另外也要看到俄羅斯莫斯科的近郊克洛庫斯音樂廳發生了恐怖攻擊 而且現在死亡人數持續上升 目前已經累計有143個人不幸罹難 而且當中疑似包括了3名的兒童 實在是相當的殘忍 根據目擊者表示 當時有好幾名槍手 他們全部武裝闖進了音樂廳 不但是開槍掃射 還投擲手榴彈 甚至最後縱火把整間音樂廳給燒了 而這一間的音樂廳總共有6200個座位 在事發當天是滿座的 也因此恐怖攻擊發生瞬間 尖叫聲四起 在廁所跟清潔設備房 同時也發現了非常多具的遺體 他們身上並沒有傷痕 疑似是因為吸入濃煙窒息而死 另外也有幸存者回憶 他先是倒地裝死 騙過了槍手 最後靠著濃煙掩護 才爬到了門口成功的逃生 目前恐怖組織ISIS已經坦承犯案 而俄羅斯當局聲稱 已經有11名的嫌犯落網 這也等於俄羅斯總統普欣 在連任成功後沒得高興多久 環球時報的前任總編輯胡錫進 更形容這一件事 等同事朝著普欣的新任期 砍了一刀 而普欣會如何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外界相當關注 聽到槍聲 現場民眾立刻壓低身體躲到座椅後方 手機鏡頭一陣劇烈搖晃 目擊者倉皇躲避時 槍聲還在繼續 音樂廳內外 槍聲沒停過 這裡是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近郊的克洛庫斯 當地時間週五晚間音樂廳發生恐怖攻擊 目擊民眾拍下至少五名槍手 炒入音樂廳瘋狂掃射 不只開槍還縱火 整棟大樓陷入火海 莫斯科州長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出動警銷 疏散人群 更動員直升機高空撒水罐救 這是莫斯科近年來死傷最嚴重的攻擊事件 CN報道恐怖組織ISIS已經坦誠犯案 但槍手還在逃亡 美國白宮第一時間表達慰問 意大利總理也推文譴責暴力 法國德國外交部紛紛發出聲明 烏克蘭則急忙澄清 不過根據CN報道 美國早在3月就提出警告 俄羅斯當地有恐攻威脅 沒想到俄羅斯大選後真的發生恐攻 這座音樂廳可以容納6200人進場 當天表演票券更是全數售完 不排除死傷還會繼續增加 TVBN新聞總和報導 好 不過講到這起恐怖攻擊事件 會不會早就有所徵兆 另外坦承犯案的ISIS組織 又跟普欣有什麼樣的辛仇就恨 事實上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 這個月初就曾經警告說 可能會有極端分子 針對莫斯科大型活動發動攻擊 不過當時俄羅斯總統普欣 似乎沒有當一回事 普欣他還公開駁斥說 這只是為了嚇嚇俄羅斯人民 還反批這是明顯的勒索 是企圖恐嚇破壞俄羅斯的國家穩定 但事到如今 不但恐怖攻擊真的發生了 事件爆發之後 普欣也沒有立刻的發表談話 安撫民心 美國的陸軍退役將理就分析 恐怕是普欣自己也覺得丟臉 不但情報蒐集輸給了西方國家 甚至知道之後也沒有採取行動 那麼ISIS-K組織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華府智庫分析 原因是ISIS-K認為俄羅斯是壓迫穆斯林的共犯 而剛好在ISIS-K裡面的成員呢 包含了一些對莫斯科懷有不滿的中亞武裝分子 薪酬加上救恨 無辜人民成為犧牲者 薪酬員踏進燒成焦黑的音樂廳 幾個小時前 這裡才發生駭人攻擊 音樂廳內外 每次槍響都能聽到驚悚尖叫 ISIS-K恐怖組織承認犯案 事發地點不只是音樂廳和市政廳 旁邊還有展覽中心以及購物商場 發動攻擊顯然是挑人來人往的地方下手 攻擊俄羅斯之前 ISIS-K還宣稱涉及伊朗、卡達和巴基斯坦的炸彈攻擊 他們是伊斯蘭國最活躍的其中一個分支 尤其對俄羅斯不滿 認為當初俄羅斯介入阿富汗和車臣 都是迫害穆斯林 俄羅斯調查單位開始搜證 處理現場槍支和子彈 至於總統普清 事發後第一時間並沒有出面 普京上次露臉是勝選後的慶祝活動 畢竟半個月前 美國等六國大使館早已預警 莫斯科可能發生恐怖攻擊 普京置之不理的後果 就是莫斯科對恐攻完全措手不及 TV新聞綜合到 好 看起來俄羅斯目前可以說是內外都不平靜 除了莫斯科我們剛看到遭到了恐怖攻擊 別忘了另一頭的烏厄戰爭 這場戰爭已經持續超過兩年了 造成數十萬人的死傷 西方國家的一舉一動也是相當的微妙 我們先來看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上個月底公開表示 不排除要派兵進入烏克蘭作戰 預計是一支兩千人的特種部隊 要進行的是軍事支援 而當然此話一說引起了俄羅斯非常的不滿 所以俄羅斯的下議院副議長托爾斯泰 他更直接的公開恐嚇 他強調莫斯科當局正在眼裡 要使用河谷來轟炸法國的首都巴黎 那麼另一方面呢 近期俄羅斯出動了超過150枚的飛彈跟無人機 大舉空襲烏克蘭城市 這也是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攻擊事件 命中了烏克蘭全國最大的水壩 也來看的是烏克蘭陸軍總司令更表示 根據情報顯示 俄羅斯正在籌組一支規模超過十萬人的部隊 恐怕會在這個夏天投入前線 發起大規模攻勢 抬頭一看 天空中出現好幾個光點 嚇一秒 飛彈呼嘯而過 在眼前炸出巨大火光 烏克蘭南部辣坡爾勒地區 全國最大水壩遭俄羅斯飛彈擊中 烏克蘭全境遭遇俄羅斯大舉空襲 莫斯科出動超過60架無人機和發射至少90枚飛彈 主要打擊烏國能源設施 導致多處大停電影響超過百萬人 機父說這是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 由於能源設施受損造成供水系統也出問題 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的居民只好無奈排隊 零水和發電機用油 儲物電影響 監控器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這場攻擊是為了報復烏克蘭 在俄羅斯大選前一連串的跨境攻擊 俄国国防部长萧一谷还加码宣布要扩军攻打乌克兰 针对俄军扩边以及周六的大举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呼吁西方盟友 尽快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来保卫乌国百姓的生命 TVB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发起了这一轮大规模的攻击 不光是破坏设施 更是要瘫痪乌克兰的整体能源系统 但另一方面反普新的反叛军 也已经攻进了俄罗斯的领土 在普新成功连任之后 持续面临的是内外政的不稳定 我们再把时间交来宛柔 俄乌战事的最新动态 是乌克兰这边有讯息指出 在扎波罗热哈科夫地面波罗以及苏梅 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 而且他们是锁定了基础建设 现场更传出了多起爆炸 而这次俄罗斯不是用地面部队 而是采用了无人机以及巡弋 飞弹来混合攻击 那哪些地方受损呢 目前得知有发电设施 以及连外桥梁这两个部分 不过俄罗斯在前线攻击乌克兰 他们自己却也被反普清军团攻击 他们是攻击了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 那么这次反普清军团说他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战果 就是他们逼近了核武储存设施 看起来是非常的厉害 而现在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 他现在自己就说了 俄罗斯已经处于一个战争状态 这个措辞已经比之前的军事行动在升级一节 另外在中东的尾巴冲突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现在也放话 他说就算没有美国的支援 也将透过地面进攻攻击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而另外在红海也持续的不平静 胡塞武装再度的袭击一艘航行 在红海的外籍商船 还扬言要持续扩大攻击范围 又传出外籍船只在红海遭到攻击的消息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 一艘不方便公布名称的商船 在夜门南部外海航行时 遭到不明飞行爆裂物的袭击 而且在船身附近爆炸 这也是近期以来 胡塞武装发动的最新一起攻击事件 不但如此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 更在一场大型集会活动中 公开宣布会扩大海上攻击范围 从过去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行动 延伸到印度洋上前往南非尾端的 好望角航线 对于胡塞武装的雨带威胁 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伊朗问题专家 塔勒布鲁认为 胡塞武装的确有能力朝印度洋发射飞弹 不过要取决于在哪里发射 而且飞弹基地是不是部署在印度洋 和亚丁湾的交界处 情报显示 胡塞武装现役的巡异飞弹中 最新型的真主之舰 射程大约在一千公里左右 无人街的话则可达到两千公里 但是要精准命中绕过好望角的船只 恐怕难度不小 而且根据美国海军学院引述五角大厦 高层官员的说法 胡塞武装在红海航线上的攻击行为 已经造成全球百分之十二 到百分之十五 行进此地的贸易面临风险 现在胡塞扬言要扩大袭击区域 受到影响的不只有以色列 全世界都是受害者 采购地上摆放英美籍以色列国旗 沙纳大学在校园举行阅兵分裂式 据称超过两万名大学毕业生 完成了新兵训练课程 誓言要在领导人阿卜杜勒 马力克的带领下 努力救赎弱势的阿拉伯兄弟 而且还要告诉美国和英国 夜门人并不惧怕美英的军事攻击 而且有信心让美国人和英国人 成为海上亡魂 如果美英认为保护以色列是自己责任的话 那么夜门也有权利为全球穆斯林发声 并且在真主的旨意下 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直到阿克萨清真寺 在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 胡塞武装不但不会放弃 在红海水域的携扰行动 还要持续打击与以色列有所来往的船只 包括且不限于美英国籍 不只是大学生 就连公务员也被胡塞武装要求 必须接受为期十二天的军事训练 这是胡塞控制区全面动员活动的一部分 胡塞司法副部长瓦切尔表示 自从以色列在加萨展开大规模军事报复以来 胡塞控制区内已经有近万人接受相关的训练 借以提高夜门人民面对可能发生武装入侵时的警觉 而且这也是紧急状态下必要的作为 美联系分析在袭击货轮造成第一起死伤事件之后 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不但选择目标更加随机 而且攻击力度和杀伤性也更为强烈 原本胡塞武装就是一支旗帜鲜明的反美武装团体 经过八年夜门内战的洗礼后 逐渐发展成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一方之霸 但是去年十月爆发以哈战争后 胡塞武装也迅速表明声援巴勒斯坦的立场 甚至扬言要直接参与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而第一步就是在红海水域袭扰阻结 向以色列运送货物的以国船只 或是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目标 想借此切断送往以色列的物资管道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以哈战争初期 依旧为以色列采取激烈的军事报复行动 做出各种辩护 也让胡塞武装认定 美国与西方阵营过于偏袒以色列 却视若无堵巴勒斯坦百姓的悲惨遭遇 这就给了胡塞武装一个理由 决定冒险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扩大在红海航线上的军事袭绕 才能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知道 要解决中东问题 首先必须制约以色列在加萨地区 几乎难以撼动的绝对权力 这个时候很明显地形成 胡塞武装以一己之力 对抗西方阵营的现象 看在伊斯兰兄弟国家的眼里 胡塞武装敢于和美英叫板 的确是豪情万丈的穆斯林勇士 尤其胡塞武装积极参与 打击以色列及其商船的举动 无疑也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声望 而且有助于政权获得承认的机会 算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当然胡塞武装也做了多少准备 以防范一触即发的战争冲突 根据路透社报道 胡塞和美英之间的军事较劲 也让控制区的夜门百姓 开始抢购军火武器 而且开放式的武器市场 也从部落郊区逐渐向城市发展 一项调查显示 夜门是仅次于美国 全球第二大允许拥有私人武器的国家 在胡塞控制区中 约有1500万人拥有轻型枪支 平均每100人约有62把枪 军火商萨阿迪表示 自从美英对胡塞武装 展开军事空袭后 枪支交易市场就变得非常热络 从手枪 步枪到火箭筒 都是热销产品 而且夜门民众相信 拥有私人武器 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因为他们看到加萨巴勒斯坦人的情况 就是因为没有自卫装备 才会被以色列赶尽杀绝 如今面对美英的军事威胁 夜门人需要做好准备 应对不可预知的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